針對台南7月所發生的新化山區白骨命案 警方宣告偵破了 警方深入追查 從死者通靈記錄 以及住家附近的監視器畫面 確認她的前男友涉有重嫌 而經過一連串的偵訊 嫌犯因為懷疑女方有心戀情 向冤談判時 火頭有人將人殺害 又起時 台南新化追逐偏僻山區 今年7月民眾來踩雷攻箍 意外發現一具白骨 嚇得臉色發白 涉嫌殺人的就是身穿藍色外套 身材高壯的男子 他是被害人的前男友 火同友人動手殺人 被警方押回現場模擬 嫌犯因為懷疑 家住台中的前女友有了新戀情 今年6月相約台南談判 和朋友一起把人帶到山區 因為一時氣憤行凶 把被害人丟棄樹林 隨後返回同伙家中藏匿凶器 被害人活活被打死 撲失山林間 才不過短短一個多月 就成了白骨鞠 泰原前往台南台中兩地 現地查訪 以及調閱比對多支電話通聯記錄 終於鎖定家住高雄市 及台南市的兩位 王姓范賢 這處山林相當偏僻 人機罕至 白骨情殺案還是被發現 兩名殺人嫌犯 終究逃不過法網 記者楊文華台南報導 聯記錄 官司航産 仔尤 music 則在 benefits